嗨 大家好 我是天方元素設計SKY 我們又畫面了 那麼上一次我有提到假設性成本 還有一個我們常常會忽略的就是 好 我再來簡單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假設性成本跟隱蔽式成本 假設性成本就是拆掉了看不見了 但是隱蔽式成本就是 做了放在裡面的 在進入主題之前呢 我要先說明一下 我這些影片呢 主要是給我上課學員看的 那麼我把它搬到YT上來 可能是說提供給大家都可以參考 那不論你是小白或者是說 已經是設計師了 我覺得我的整個主軸就是從 有潛至深 慢慢的我會加強內容 會不斷的再去重複去更新 然後後面會越強越深 也會越來越精彩 所以請期待 隱蔽式工程有哪些呢 零座工程 防水工程 水電管線工程 還有空調管線 以及清格間內部 今天要來介紹我的一本書 小設計公司的生存之道 這本書適合剛創業的 或者正要轉業的 或者是說已經經營一段時間的人 裡面說明的東西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在說 所謂的設計管理 因為我覺得設計管理非常重要 然後我準備的三本要送給大家 如您是在我下方留言前三位者 那麼請主動跟我聯繫 我會寄送給你們 好我先聲明一下 就是我這部影片呢 最主要去說明工程的順序 還有一些隱蔽師工程 必須要去注重的地方跟成本 並不是在介紹工法或說明工法 因為每一種工法它解釋起來 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尼座工程稱之為隱蔽師工程的 原因在於它是漆磚 然後初配及細配的很平 加上貼上磁磚 這些面試材貼上以後 你都不會看到它裡面的結果是如何 水電管的技術含量 至今我還是認為是非常高的一個專業 那麼它包括電學電力的一個計算 還有水線管路管道的一些計算 它的進場時機呢 在於所以漆磚之後 需要進行的有強電弱電 排水系統 進水系統 還有冷熱水等等 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過程流程做好以後 再來就是泥座的覆蓋工程 所以你這個不做好是不行的 水電完成後 泥座覆蓋上 再來最重要的就是防水工程 防水工程的工法很多 如果要做到什麼程度 那就要看個人 那麼一層兩層三層四層 我們通常會做到四層左右或以上 通常以前的觀念是說 牆壁只要到110公分 現在不是了 現在我們都要把防水塗抹到整片牆壁上面去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個防水工程的做法 然後防水客廳或房間或廚房要不要做 那就真的是要看你的成本獨立 空調工程分很多種 一般我們看到的就是 窗型、壁掛式、還有吊影式 這個會三個主要 那麼我們所稱的空調不是說冷暖氣機 還有所謂的全熱式交換機 這些等等諸如此類的 這都稱為所謂的空調工程 那麼如果你今天空調工程是用吊影的 有或是有裝全熱式 那麼就必須要在天花板上面 弄大的風管來去做空氣的運作跟調節 告訴大家一個小嘗試喔 冷氣為狹義池 空調為廣義池 分之為濕冷以及乾冷 濕熱以及乾熱 還有空氣濾鏡、清淨等等 那我們把天花板的骨幹架好 把室內機安裝上去 再封上天花板以後 這些室內機以及管道 就變成隱蔽式工程了 所謂的清隔間呢 就分為清鋼架隔間 以及清水泥隔間 還有環保磚隔間 這裡我用最通俗的就是 清鋼架隔間來去做說明 清鋼架它施工快速 這是其一優點 然後它的隔音係數 你要塞不同隔音係數的顏面 越密它的隔音係數就越高 反之亦然 如果用在天花板上 它的規格尺寸就會受限 包括造型 它的造型沒有辦法像木工那麼隨心所欲 我以為台達電呢 它只是一個科技公司而已 沒想到它只有你想不到 沒有它做不到 這個是我對台達電最大的驚訝 包括像這個是我個人的案子上面 它用玻璃纖維製成所謂的隔音棉 在天花板上面這個它都能做 而且它是一包一包的 施工更快更迅速也更方便 在我上期我有預告要提材料的部分 但是後來我思考了一下 我反而覺得隱蔽式工程它更重要 所以我先把隱蔽式工程放在前面 來去解說 因為它就好像是一個基礎一樣 我們必須把地基打好 所以下一集就真的要介紹材料 當然隱蔽式工程 絕對不是只有我提出的這些而已 一定還有更多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 然後還有麻煩大家